一側叫車從路口衝出 蹦的一下攔腰撞上垃圾車 力道猛烈 叫車打風玻璃瞬間碎噴 車子往後退 摔進大排水溝 救護車緊急到場 因為墜入排水溝的是安清班的車輛 安清班老師載著三名孩童下課 經過彰化大圓橋交叉路口時 發生車禍 就算女童躺在單架上 推進救護車緊急送醫 因為她的傷勢比較嚴重 頭部受傷 另外11歲8歲男童 手腳有擦措傷 緊急送醫 幸好都沒有生命危險 本案固定造成兩車五人受傷 那真實的造成原因 警方還有待機器 事故路口沒有耗炙 只有閃燈 轎車跟垃圾車 疑似都沒有減速碰撞 造成五人受傷 轎車的車頭近乎撞爛 墜入大排 最後出動吊車 才把車子吊起 安清班車輛在孩童下車 碰上車禍 墜入大排 雖然孩子們沒有大礙 但家長都已經被嚇了好大一跳 心有餘悸 今天傳輸的文件在錦 陳彰化採訪報導